这个和尚最大的爱好是收藏女明星照片 寺庙的墙上 天花板上都被他贴满了女团照片 他对每个女团成员都了如指掌 知道她们的名字以及证文歌曲 甚至记得她们的身高体重 看电视也只看女团表演 就连诵经都是诵的歌词 外人看到这个情况都骂他花和尚 身为佛门弟子却六根不尽 但事实却并不是这样的 他法后悟尽 在当和尚之前是个屠宰场老板 偶然捡起一本佛经 结果爱不释手 就像发现了新世界 自此放下屠刀 替发出家 他认为之前的工作 让自己作为充满了负面磁场 收藏照片是为了更好的修行 其实收藏的不仅仅只有女团照片 还有男明星体育明星等等 他一共收藏了3000个名人头像 他说名人的磁场像猩猩一样强大纯净 能帮自己修炼心灵的磁场 干净的磁场让他感到无比的安定 但是他这种行为 难免引来风言风语 开始传闻他是花和尚 随着非议越来越多 方丈也忍不住劝他离开 他最终被取消了法号 被迫离开了寺庙 他来到一个荒芜人烟的三间小庙 继续自己的修行 他还把名人的名字都刻在了石头上 围着寺院摆了一圈 这一做就是15年啊 他说做的过程也是修行的过程 我也很难说这种行为对不对 毕竟咱们也不懂 我觉得只要能帮助修行就是好的 和他一样有奇怪癖好的 还有下面这位大妈 每到深夜 他都会把一袋生肌肉 放在陌生人的店门口 然后匆匆离开 这种诡异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四年 店主说从来没见过真人 刚开始还以为是做好人好事的 但诡异的是 每天都会收到 这完全没理由啊 心里毛毛的 该不会是什么邪教仪式吧 节目组在发现深入了的地方 都安装了摄像机 接下来就是等待他出现 过了好久 果然出现了一位大妈 他四处张望 检查周围环境 在确认周围没人时 又把生肌肉放在门口 迅速离开 店主看到大妈后确定了 确定自己不认识对方 这让他心里更加没底 是在对自己下股司法吗 店主决定把自己经营的中餐厅 改成面馆 并把菜单中 关于一期的菜品全部下架 即使这样 大妈还是不停地往门口放生肌肉 但节目组也在录像中找到了破绽 大妈穿着拖鞋和变装 说明她很有可能就住在附近 节目组检查了沿街所有监控 果然发现了她的踪迹 沿街服装店老板说认识大妈 她就住在附近的公寓里 节目组来到公寓蹲店 蹲了一天终于蹲到了大妈 节目组迅速出击 上前询问 但大妈一口否认 最后由于实在甩不开节目组 大妈讲话了 啊 先等会儿 大妈是活菩萨吗 大妈说自己看到中餐厅 就有种莫名的好感 觉得应该帮助来韩国的中国人 所以给他们分享了各种食物 至于为什么一直送生鸡肉 大妈说这些都是六大鸡 品质好 在节目组的劝说下 大妈同意和店主见面 一番沟通下来 误会也解开了 店主现在可以放心的经营中餐厅 大妈也不用以这种怪异的方式 继续散播爱了